就開炮了 好我就說 不對喔 那個誰的誰 我們等一下不再回公司開會嗎 我說某某某某哥不好意思 因為那個可能他剛剛沒跟你講 因為我們到公司要談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是 因為有一個劇本一定要 那個裡面的角色一定要確定 這很合理啊 對 可是那個大哥當然一定還是很不開心 因為你想想看喔 一個人喔 他已經約好一個妹了 然後剛剛整個錄影當中 滿腦子妹有專心 那錄影都在想說 等一下起不去的畫面 對啊 但是靠這個動力之前 他錄完之後 他錄完最後一段 然後錄完以後 這準備感覺上已經要 腎上腺素都發出的時候 突然被潑了一盆冷水 他心情會很差耶 你高跟一道是誰嗎 誰 不要這樣出來 我好像也在耶 誰 玉琳哥… 對 絕對不講 我還沒講 我好像也在耶 快點了 那一個錄影我也在 女的是 女的是 你講得很大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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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悄悄話啊 有一位服務生 硬要闖進我們攝影棚耶 這到底有什麼好換的 我真的不懂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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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B 你不要… 這位李依斯 人家看得這麼可愛 來…你站在… 好有型喔 你站在亞欣旁邊我看看 好… 好有型對不對 金妮 你好像他的助理喔 你看 他很像 他很像教官之類的 對 我覺得裙子好像太長了耶 裙子長嗎 那我可以弄短一點啊 也不用啦 你好像那種 女服咖啡廳的服務生喔 有沒有 對啊 可是人家很有型啊 很不錯啦 去女服咖啡廳打工不錯 對啊 才發現衣服哪來的 好奇… 我很好奇 很有型 聽說彩華在化妝室 就是你們女生是很愛交換 買東西的訊息是不是 一定要的 所以你都是跟小甜甜交換 就是… 就常跟甜甜 你坐好 你擋到我 不好意思… 觀眾以為我沒來 睡得好 對啊 很有精神耶 沒有 因為常常會在化妝間 然後碰到甜甜啊 然後甜甜也是一個超愛買 最近又剛從韓國回來 哇塞 聽說買了很多很多的東西 就狂買 瞎買這樣子 然後你們會在化妝室 就把它攤在桌上分享是不是 對 就是他會買到好的東西 他會說 我跟你講 就跟化妝師聊起來 就聊… 我就聽到 我就說 什麼東西我也要買 他只要說好我就買了啦 你為什麼什麼熱鬧都要湊 對 為什麼湊熱鬧 人家買雨鞋 他也要跟著人家買 對啊 買雨鞋 雨鞋有什麼好奇奇怪的 有一種就是 類似他剛剛穿的那一種 流行的 對 有些是美國才買得到 然後他們的化妝師 然後我跟助理一起訂 然後他有跟人家買 然後我就說 你就隨便台灣打青牌那麼多 你怎麼樣 那我一樣 人家那個是很流行的 我說怎樣 對啊 那不是一樣嗎 而且又時尚的 剛好要買黃色的 那打青牌最多就黃色的 還沒在送妳 送妳還在化妝室 就是招大家一起買假睫毛 對啊 像有時候化妝師 他們會集體訂購 就有那種介紹 這什麼售價來現場 假睫毛的量最多 應該要買多少 有時候因為我們一次 就可以訂個15盒 20盒 而且很便宜 一盒才100塊 外面買可能要150 對 而且我們還會那個賣中藥 我們之前錄弊端班 我們的後台化妝室啊 跟夜市一樣 真的 那個佩珍的助理啊 自己手工啊 對 他跑去那種泰國 然後買了一些那個配件回來 就是零件 然後回來再加自己穿 然後就帶來 然後就一個箱子一打開 哇 二三十串這樣 對 然後他們就開始在挑啊 其實有人買 有啊 就是沒有 製作人如果來跟你們報告 你們會叫它走開嗎 就不要煩了 會 等一下 對 所以說等一下 到期一次講這樣子 對 對 對 因為他們的化妝室比我們的好玩很多 好玩多了 妳猜猜不要去那邊 好啊 這樣 這樣 這節目的最後可不可以拜託讓我聽到那個八卦 新救女主持人佔位子那個 就是說因為有時候節目主持久了每個人做什麼位子都會固定了 大家心裡面也會有默契嘛 OK 更別說那個舊主持人他都已經把那個包包放在他的椅子上面了 對 那這個新主持人來了 就把他的包包移走 然後就一屁股出來他的位子上面 然後就化妝啊弄頭髮 等到這個舊主持人從更衣室一出來看到的時候 就心生不悅嘛 一次兩次這樣子 第三次的時候他的經紀人來找我溝通 說 說 他如果再這樣的話我們就不主持了 然後我想說 謝謝你 為什麼不點名啊 點名說這個是我的位子就好了 可是誰去講呢 所以他就告訴我希望我去反映給那個新主持人知道嘛 對 那我就跟他說你傷亡物照你也不要激動 等到下次錄影的時候呢 我一定會負責幫你們協調溝通 結果咧 下一次錄影我去的時候來不及了 因為我看到一群人在化妝室圍起來議論紛紛 因為那個椅子上面 就像舊主持人的椅子上面 後面貼了一個珍珠板 上面寫說 這是某某人的位子 誰誰誰請不要坐 一件事接這樣 對 然後一邊就看到那個新主持人 我又不是故意的 那一邊那個新主持人在那邊 你應該敢說你不是故意的 玉琳哥 沒有 快 快 你可以不會叫他講小聲一點 因為我不想知道 小聲一點啦 你講很大聲 是傢伙 真的假的有聽到嗎 沒有啊 我沒有聽到 可是我聽得到他聲音很大聲 應該連門口餐廳的人都聽到了吧 你有...這個有驚嚇到嗎 所以誰 前面的那個是新來舊的 那個是舊的 所以是他... 他發飆 被他發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沒有啊 沒有啊 夠了... 上了賊船了啦 我知道好耶 可是今天最荒謬的事情 是... 宋欣妮沒有畫到妝具啊 對啊 對 沒有畫錯耶 不然這裡是幹什麼 你... 不是啊 最誇張是你啊 下一集... 你全部弄好了 要幹嘛 你全部弄好了 你要好了幹嘛 對啊 還不能這樣 這什麼...我現裝啦 好啦,你們三個女生走一下台步 對... 選擇你們把他放音 你走在哪一邊 你走在哪一邊 你走在他後面 你走在他後面啊 對... 這樣 好,GO 為什麼這樣走 手比較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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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要好好擺步喔 沒有 沒有 還要搞笑喔 好,謝謝三位 謝謝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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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你現在 下個禮拜就要離開演藝圈 你會希望立刻完成演藝圈嗎 是我想要跟觀眾澄清一點 什麼事 我覺得其實有點對不起 很多觀眾朋友看到我 那個小孩子 為什麼臉都這樣深 怎麼說 因為從來沒有人跟我講過說 沒有啊 你氣得好多 明晚十點中天綜合台 康熙來了